大家好,我是一封,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双方的选手 一位是我们熟悉的Bruce Lee 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这个重量级选手 人称俄罗斯女钢炮 这个俄罗斯的选手也是在俄罗斯享有一定的名誉 在他这个级别的选手里他是战无不胜,屡战屡胜 那么今天他要对决的是我们蝉联多届的UFC冠军李小龙 可以说是一场焦点之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想必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那么右方是我们的Bruce Lee,李小龙 李小龙已经蝉联了很多届的UFC冠军了 今天也是接受了这个俄罗斯狂妄的选手的挑战 我们的Bruce Dragon里 在参赛之前呢,这个俄罗斯的女钢炮选手 他也是宣称今天必拿下李小龙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选手 他出此狂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 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他这个茁壮也是非常的特殊啊 穿成这样就来了 来自俄罗斯 这边我们的光头裁判叫到双方选手 来到我们这个中间讲解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 还有规则 好的,讲解完毕,比赛马上打响 这边俄罗斯选手准备好了 而这边我们的李小龙也准备好了 比赛开始 双方碰拳 哎呦,俄罗斯女飞婆先是来了一只后鸡腿 非常的重 能够这边一只左击拳 一个闪避 接住一腿 这个蹲位真的是看着像一座山一样 能够一只后踢 防住两拳 再加一只右边腿 俄罗斯选手这个蹲位还跳起来打充拳啊 这个压力有点太大了 这个权力想必也是非常的大 能够闪避得很快 看起来我们的肩膀 看起来我们的肩膀 有个左腿 一只冲拳 很漂亮 按住 一只勾腿 很漂亮 能够这边抱住了他的胳膊 对着腹部来力拳 吸尖两拳 拿捏的很好 一个左腿 这边还在等待啊 一个右边腿很漂亮 上钩拳 这边龙哥被抱住了 看怎么说 防守一拳 再一个左勾拳 踢了一下下盘 但是这个俄罗斯选手的下盘看起来非常稳 不是特别的好攻破 这个队位还能撑地起跳呢 但是龙哥 哎呀找到一个机会直接踢倒在地 这边揪住了他的胳膊 但是没有后续的一个进展 比较可惜啊 这边一个左后拳 打到 回旋踢 哎呦龙哥这一下吃了不少伤害 又是一个后踢 龙哥这边 在寻找机会啊 一个高踢 被躲开了 哎呦想跳起来打也被打断了 这个俄罗斯选手不愧是当地的 这个钢炮选手啊 这边龙哥开启了他的反击 一个右边腿加一个连环拳 这边龙哥被打到枪边打倒 哎呦非常危险 被倒在地 这波怎么说龙哥能不能防住 漂亮站起来了很险啊很险近啊 龙哥两发拳 又被抱住了腿 这边一个反琴 正好看来一个高踢 踢了一下下盘 两发冲拳 前面防守一下 很危险 龙哥一个左边腿又被防住了 哎呦这个俄罗斯选手非常的强力啊 他来之前应该也是专门研究过龙哥的路数 他很了解龙哥的腿法啊看来 这边双方拉开了距离啊 在寻找机会 龙哥一个左拳 左中拳打到了一下 这边一个七点 一发连串攻击啊 被他化解了 这个俄罗斯选手的防守也是很强 双方一个回旋帖 龙哥一起左边腿 很漂亮 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双方就只差一招 就可以结束比赛啊 我们看双方谁能打出最关键的一招 龙哥一个左边腿 两发冲拳 回旋一下啊 龙哥一个左边腿 被旋风拳打开 哎呦又是个西点啊 漂亮龙哥这一季 我给你蹲下躲这个旋转拳 很关键啊 如果说这一拳打到 可能最长比赛结束了 漂亮 银空一跃 一发冲拳 防住了一腿 一个空踢 漂亮 漂亮 这个空踢 太帅了 抓住了一个瞬间啊 就是抓住了这一个空隙 这一个弱点 暴露在龙哥的面前 龙哥看到了这个弱点 并抓住了这个弱点 拿下来这场比赛啊 大家来看一下这场回放 非常漂亮啊 就是这一个弱点 向龙哥出拳的时候 这个地方 龙哥找到了一个弱点 一脚踢下去 带走比赛啊 非常的漂亮 太精彩了 这场比赛 非常的精彩 这个就是 专业的拳手 找机会的能力啊 那么也是恭喜龙哥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么也是我们这期视频 也到这里要告一段路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说 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记点一个赞 或者说点一个关注 那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